我们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一招 所以我们把员工的年终都先发完 就是如果他让我们不能够继续营业 我们必须对员工要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先把钱发出去 而且跟员工说真的对不起你们 因为他只要一扣住我们所有账户被冻住 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做 第一个大家现在看到的新闻就是这个货款315万 第二个有一个官司是被信我们告当时的刘董事长 媒体就直接说我吞了315万 我去哪里吞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公布我们的股东的一个结构 就知道我其实为这个公司投入了非常多的钱 因为现在对方就是掐着我们这个315万说没有付 然后我们被法院判了说这个货款 我们必须要付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官司在进行 一个是他们告我们民事 第二个是我们告他刑事 那这个315就是我们告他背信 当时的刘董事长背信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315万是涉及了背信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付给你 这样有听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这位董事长呢 他用辣杯杯董事长的名义 他去进货的时候 进货而已哦 你猜他进价多少 他卖20块对不对 他进42块 我们的进价已经比别人的卖价贵了 就是这这笔进价让我们觉得不合理 所以这个款项一直没有给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信任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了 有媒体他写说陶金银一口吞他们的股份 叫他们无偿退出 我们在协商的过程都有律师哦 现在我的律师他都已经告诉我 他愿意出来作证说这两个人说谎 我们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一招 所以我们把员工的年总都先发完 就是如果他让我们不能够继续营业 我们必须对员工要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先把钱发出去 而且跟员工说真的对不起你们 因为他只要一扣住我们所有账户被冻住 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必须死在啦 是一个人憎否则对� 我们不都没关系 thể尝试一下 差梦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